我剛剛講 先講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這個事情 如果美國就是說 如果現在大陸 他列了二十六個條件 然後要叫台積電交出相關的資訊出來 民進黨現在執政 他們怎麼去做反應 所以我覺得說 這不是只是美國的問題 而是說我們如何去保衛台積電 台積電護國深山 如何臺灣從自己的臺灣利益角度去出發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真的要好好思考這問題 那至於說國台辦 這一個借題發揮 我覺得他的修理五招蟹 用字簡詞實在是 我覺得真的很莫名其妙 這只會讓臺灣 臺灣民眾 對大陸更反感而已 用到這種詞 我覺得用到那種蒼蠅 用到這種詞 真的 我覺得實在是有點 有點真的 不要講說不入流 我就用這種批判 當然他一定有 這一定上級的意思 他一定有對內宣傳的意思 可是現在有必要用這種 當然你的策略搞不好是敲瞻政府 要讓說臺灣內部有一些主張 比較說臺灣 臺獨的一個立場 可以可以萎縮一下 可是你包括臺灣參與WHO 臺灣參與聯合國 這也是很多臺灣民眾的需要 那你不能說全部都把臺灣 把他壓縮到最緊縮的時候 那這真的會讓臺灣民眾更反感 那我覺得說現在問題是這樣 民進黨如何從目前的局勢 裡面兩岸局勢真的 抵議螺旋越來越高 你從國台辦出來喊話 然後最近包括兩岸經貿 包括水果沒辦法出口到大陸去 這些相關的問題 我覺得當然大陸整個一連串 升高敵意的情況底下 那也沒有剎車皮 你要思考剎車皮在哪裡 還是繼續要兩岸的敵意越來越高 包括我們的陸委會主委秋太三 前幾天不是講嗎 他很期盼兩岸可以恢復交流對話 可是你光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怎麼去做 當然我也知道第一個前提 大陸你那邊也要改變做法 你包括共機繞臺 包括國台辦這種講法你要修正一下 那第二個我們執政黨民黨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具體的做法 否則兩邊一直對抗 敵意一直升高 沒有剎車皮 我覺得這這很危險很麻煩 來 老師 我覺得吳釗瀉聽到國台辦用 簽字文罵他 他一定高興 果然我講的話 每一句你都聽進去了 而且累積的結果一下子爆發 標示我做得不好 所以呢你剛才列舉吳釗瀉所講的話 他當然是強硬的 頑固的台獨分子 所以國台辦罵他也沒有錯 那其實國台辦不應該用蒼蠅翁翁翹翹叫這一句嘛 你其他都可以講 主持人你曉得 我沒有睡覺的時候 我大概用三分之一的時間 再想兩岸 這個難題 因為這個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這好幾百年沒有這樣的問題啊 你如果想出一個解方 其實你會覺得很有滿足感 但是你我覺得 老共要統一台灣有沒有道理 有 老共你聽我講 你要統一台灣就好像康熙要征服他 非常有道理 那台灣人不因為你被統一有沒有道理 也非常有道理 而且道理比你的道理還多了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兩邊是可以講道理的 但如果你講的煩了 就不要講 你再怎麼也不要用蒼蠅啊 那你講我蒼蠅翁翁翁 那我講你大口叫叫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要學習 如果當對方用這種下山難的話 把自己做小了 他大人不做 要做小孩 我們不要跟進啊 我們不要跟進 我們民進黨 國民黨都要學習 當老共走 走樣了 要用這種下山難的話來罵你的時候 我們要學習 不反應 不理他 無所謂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跟進去 我和你 做小鈴鐺 我跟進去 這一點 都要學習